攻击11因长得过于漂亮被质疑,究竟有多厉害?为何说能成为战争游戏规模的改变者?敬请关注本节目。 在中国亮相的无人机之中,攻击11是唯一因为长得过于漂亮被质疑是模型机型。 攻击11是中国首款公开的飞翼布局无人攻击机,其最大特点是对尾部进行了彻底的隐身化处理。 配备的二元喷口可以大幅抵制雷达和红外辐射信号,是现役军机中隐身性能最好的。 攻击11是中国首款应对高烈度战争的无人攻击机,也是唯一有实力面对军事强国的机型。 攻击11实际上是中国在2013年曝光的利剑无人机,到现在已经发展了9年,也是中国第一款自主设计制造的隐身无人作战平台。 在战争中可以承担起最危险的第一轮攻击任务,其意义不亚于歼20对于空军的重要性。 攻击11能在阅兵中亮相,自然不是只有模型,证明已经证实定型并装备部队。 攻击11为什么会引发质疑呢? 主要就是太漂亮了,一款武器是不是美观,往往就意味着战斗力是否强大,但是完美的不像话又被怀疑是个模型。 攻击11采用隐身性能更出色的飞翼甲无尾翼气动布局,发动机尾喷口菱形线条优美,机翼后缘,还有阻力舵,还有6个气流导引槽,所有天线都融合了机身背部和机翼前远,做工之完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 隐身无人机的确需要更为完美的做工,从而获得比G20还强大的隐身效果,可以执行更为危险的作战任务。 攻击11从启动布局来看,是一款亚音速攻击机,在弹量估计在一吨左右,可以携带两枚500公斤级别的制导炸弹,也可以换成轻型反舰导弹。 攻击11可能会在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服役,有可能部署到076型两栖攻击舰上。 歼20与攻击11共同组成隐身突击作战体系,拥有同等重要的地位。 攻击11项目据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,说明拥有极高的技术含量,其作战定位又决定了是杀手锏武器,不太可能经常公开亮相。 在实际作战时,攻击11主要任务是攻击敌方防空网,或者在载人战斗机的指挥下发射中程空空导弹。 由于其隐身性能超过了包括B-2在内的任何机型,可以建立起非对称精确打击能力,甚至成为战争游戏规模的改变者。 攻击11因为飞行速度过慢,机动性能差,仍然无法成为歼20的终成疗机。 中国还需要发展真正的无人战斗机负责空中格斗任务。 无人机已经改变了低烈度战争的生态,而攻击11将改变高烈度战争的游戏规则,可以在战场上如入无人之境,打得敌人怀疑人生。 因此,就算盖机因为某些原因展示的是过于完美的模型,也完全值得国人骄傲。